火车头一到大天有风吹山 中文的电梯也没得走 清几环地的现状在变着水 头上有很多汤的水汤 里面都是地鸟沙水 原来在这起北八点的时候 专台湾地鸟的时候 火车头的水供 永远着破气 造成现状全都饮水 事发着在新北市的板桥车站 当时候地震一爆发 楼上的水管破裂 所以导致这个水从上头倾泻而下 那当时水几个温室 顺变地就来 又饮到美湾 刚刚好是在家中烩的地方 大部分生气外外面 都是坐这些电梯下去坐车 但是因为饮水头下很滑 现状水风起来 生气之后 水过到烩的地方 坐电梯下去 上来的 上去的时候就有看到了 当然是危险 但是这也没办法 这是天灾吧 你稍微地震 你就陷下地震 水就不对了 对不对 就漏水了 这个结果才多久 没很多人都惊到 而且派山 当时穿明年轎的前一天 没很多人都坐车要回向北方 车头的人比翁翁 够出个大杯 从没很多人来说 这样饮水 有点是造成没很多困扰 我们长官有请专业人士来看 好像说是冷气的管 冷气的水管破掉 B1 就是从二楼破掉 然后沿到一楼 从那个守护机流到B1 这是地震 地震完了以后就开始 还有我们措手不及 请专业表示 这是邦车头 这么多年来 逃一段花生水管破掉 看出来这段的地震 影响很大 大家都很惊认 只希望一切都平安 比起新闻 先把其部读